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盘前解析 今天是1月18号星期一 我是Vanessa 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五的一个市场情况 大家知道在上周四的晚间啊 拜登是推出了一个1.9万亿美元的财政则计划 其中是有包括比如说像是延长联邦事业金 还有直接向美国人发放1400美元的这么一个package 那在这个消息推出之后呢 美股在上周五的时候呢 依然是下跌的三大股指的跌幅是在0.6%到0.9%之间 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利好消息出来 美股依然是下跌了 其实这个正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买预期卖事实的这么一个市场情况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讲一下黄金的方面 黄金方面在这个财政计划的推出之后呢 也依然是没有什么好的表现 那黄金在上周依然是在1820到1860之间横盘 那我认为黄金在走出1820到1860的这个区间 不管是向上和向下的突破 依然是需要基本面的强大的刺激 那因为我们知道2021年是有全球量化宽松继续加码的 所以说黄金在中长期的基本面 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中文热线电话03-8658-0603 或者添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 GoMarketAU2和GoMarketAU3 谢谢大家的观看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And get that next one SSIO BUTI GEE GEE